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这几天廖家慧小妹妹在柔佛新山彭武节失踪的消息呢 圈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相信大家在今天呢也看到了好消息了 是的失踪超过56个小时的廖家慧小妹妹 她已经平安被找到了 今早网上疯传巡获小妹妹的消息传开之后啊 有记者呢就发送简讯向雪州总警长胡仙来求证 证实廖小妹妹在雪州的巴东家里 一家廉价酒店里头被成功巡获 那虽然警方当时候没有透露太多的详情 但是得到人平安无事的消息 足以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放下内心选择的心头大事了 那容佛总警长古马随后在今天早上 11点开的记者会上就证实 警方是在凌晨4点在雪州小镇的酒店内 找到廖小妹妹 并在现场逮捕了一名31岁的本地华裔男嫌犯 警方透露小妹妹并没有明显的外伤 那之后就被送往施拉阳医院接受检查 但是由于嫌犯在掳走女童之后啊 并没有向家属要求赎金 那小妹妹被发现的时候呢 也表现得十分乖巧听话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抗拒行为 就留下了团团的疑云 那警方在昨晚就逮捕了两男两女 加上今天逮捕的一人 警方一共逮捕了五名本地嫌犯 都和女童没有血缘关系 也和女童互相不认识 所以警方啊 目前还在调查嫌犯的作案动机 那这一宗受到全国瞩目的案件破案之后啊 外界都相当关注 警方到底是如何找到廖小妹妹的 还有女童她又是怎么在柔佛失踪 但是转眼却出现在雪州的巴东家里呢 柔佛总警长透露 警方在酒店对面查获了男嫌犯的My V轿车 而这辆My V轿车证实是嫌犯 她在柔佛新山抢卤廖小妹妹的轿车 那之后呢就把她载到380公里远的巴东家里 而柔佛总警长也非常感谢全民发挥力量 才让警方通过了公众的情报获得线索 追踪到了乌雪 经过部署之后顺利就下了廖小妹妹 那根据当地居民的说法 昨天凌晨4点 警方就在巴东家里新镇旺城的那家廉价酒店 布下了天罗地网 大批的警方乘着摩托车和警车 在酒店的四周来回巡逻和驻守 如临大敌分外的紧张 附近的员工透露 当时看到那么多的警员如此大阵仗 还以为是酒店发生了命案 吓坏众人 直到警方率队突击酒店逮捕嫌犯时 才知道是廖小妹妹被藏匿的地点 感到震惊之余也感到庆幸 在酒店里头遭到警方逮捕的31岁男嫌犯 她在经验校三点钟被带回柔佛新山法庭 申请严扣注查 那就被警方压着头上庭 有媒体记者的镜头就捕捉到 男嫌犯她至今还穿着盆武节活动的衣服 而那就是廖小妹妹前天失踪时 新山盆武节的第一案发现场 那警方在迅速展开调查之后 昨天在柔佛的镇陵山逮捕了两男两女 年龄介于28岁至55岁 同样在今天早上被带往新山法庭申请严扣 那由于被掳走的廖小妹妹未成年 因此除了刑事法典绑架条文 警方还会援引2017年儿童性侵法令的 肢体性侵条文来调查这起案件 警方解释 因为廖小妹妹是在被强迫的情况下被人掳走 可能发生了肢体碰触等情况 那法律规定只要是未成年人 任何不被允许的肢体碰触都属于违法的行为 那根据法律一旦在绑架条文下罪成 可被判最高监禁7年和罚款 在儿童性侵条文下罪成 可被判监禁不超过20年和编刑 出发这次找到这么多人 幽 cont交给 也没有 用 出发 cancellation 改兰 非常 我 raw 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